北京艺术家艾未未 5月20号被北京警方指控涉嫌逃税 艾未未的妻子陆青表示 自己是公司的法人代表 公司逃税应该找她 艾未未的家人和律师指出 北京当局的处理违反法律 在前所未有的国际舆论压力下 直接出手抓捕艾未未的中央政法委 透过海外媒体推卫责任 新华社20号报道说 北京市公安机关现已初步查明 艾未未实际控制的北京发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涉嫌逃避缴纳巨额税款 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等犯罪行为 被家人形容为胆子小 非常单纯的艾未未妻子入侵 21号挺身而出 对香港苹果日报表示 我是公司法人代表 如果公司有什么问题 应该我来负责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艾未未的姐姐高阁 向希望之声电台表示 这个罪名也不应该由一个媒体来转达 它是应该由公检法来宣布的 但是我们家人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从整个艾未未的这个事件上来说 从开始就是不合法的 所以它现在还在延续不合法 高阁指出 被指控的公司 起始资本只有50万元人民币 一个小公司如何能够偷逃巨额税款 如果真是经济问题 早两年不是查过吗 当时不了了之 现在又来了 说穿了 就是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只有用这个来治罪 而艾未未的母亲高阴说 艾未未一直是用自己的钱 为社会做事 社会是什么经济 她也不做生意 她就是她的艺术品 被人买了 她拿的钱用去做艺术品 况且她的钱好多都花在人身上 我不花我儿子一分钱 就我周围的人都知道 因为她的办公室 她那个有些人有时候工资开 都是有时候还比较紧张 现在我说他们要找辫子 肯定都会找到的 要不然她怎么交代 北京维权律师刘小元指出 根据中国刑法 逃税不交可免刑事处罚 但是以经济罪名处罚 是中共整治意见人士的惯用手法 艾未未从4月3号被警方带走 目前已被非法拘禁超过50天 5月15号才获准与妻子录卿短暂见面 新华社20号报道 艾未未被监视居住 这种监视居住的措施 它明显也是违法的 按照中国相关的司法 也是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不允许家人和她一块居住 在另外一个指定的地点 完全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这个实际上属于变相羁押 是违反这个 关于监视居住的相关法律规定的 艾未未是著名红色诗人 艾青之子曾担任北京奥运 鸟巢体育馆涉及艺术顾问 近几年来 她积极参与公民维权等活动 据香港动向杂志等海外媒体披露 抓捕艾未未是由中央政法委决定 并实施 越过了公安部 原本是要给艾未未 罗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但因证据空泛而暂时搁置 只得借经济逃税实施专政 为什么是前些年没有招艾未 而现在招艾未 这中间就是说明 目前中国的危机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 或者是在北京当局的判断看来 是认为这样一个情况了 前面还抓了很多其他的 都是人权律师等等 都是过去些年没有抓的 因为在这上层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从来都是往左倾的 这是中共的规律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但中共高层低估了国际社会 对艾未未的关注 让沉默已久的西方打破沉默 重新检讨对北京的政策 正因为如此 艾未未已经成了一个烫手的山域 政法委和其他部门相互推诿 并且派出亲信 20号在海外博讯网释放 为中央政法委书记钟永康 推脱责任的消息 国际社会持续声援艾未未 欧盟和欧洲议会 美国国务卿和国会议员 德国外长和文化部长 台湾朝野立委 香港立法会议员 大社国际 无国街记者 全球艺术界等等 纷纷呼吁释放艾未未 艾未未并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选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 百名人物之一 新唐人记者李源汉周平综合报道